国家足球队两名球员先后遇袭 警方还在调查歹徒的动机 可是强调这和开盘收住的庄家 也就是俗称的补击没有关系 至于在昨天发生的硫酸袭击 已经有一名嫌犯掩扣 效力登加楼足球俱乐部的阿西亚 上个星期四在瓜拉登加楼被抢劫受伤 许然而足球俱乐部球员费沙哈林 昨天则在水州某个购物商场 遭人泼洒一次硫酸的液体 同样受伤入院 针对泼硫酸案件 雪州警方昨晚也就是事发的同一天 已经根据摩托车牌号码 在班登英达一带 逮捕了一名大约20岁的男嫌犯 将他延后两天住查 同时也已经向三个人入供 包括费沙哈林本人 警方预料会传召更多人入供住查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拉扎鲁丁 今天向媒体表示 暂时还在调查两宗案件 是否有关联 希望民众给警方时间和空间 不要胡乱揣测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黑色帐 那边的动作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那边的动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